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33南北线 南北都了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我是David 郑经纬 是的 我们昨天跟大家讨论了 习近平去沙特 可能讨论的有两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石油去美元化 第二个可能衣核问题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 比如说中国和沙特 他们的经济依赖度有多高 包括到底沙特在购买中国武器上 会不会达成新的协议 在这两方向上也是我们关注的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和沙特 其实从历史上已经交往比较密切了 比如说张谦两次出使西域 这个就是古丝绸之路 明朝的时候 镇河下西洋不就是把海上的丝绸之路 也在中东地区有所开展吗 当然在近现代的时候 沙特和中国是在1990年建立的外交关系 当时的外交贸易额仅有2亿美元 而如今是870多亿 我们来看看给大家展示一幅图 看看到底现在中国和沙特的经贸关系是如何的 我们看到在2021年 他们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了873.1亿美元 而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 沙特也是中国的第二大原油供应商 这个原油供应商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今年5月份之前 沙特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商 然后之后就是因为俄罗斯的石油被制裁 结果他用很低的价格向来出售 于是中国大量的采购俄罗斯的石油 结果现在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一大原油供应商 而沙特排名第二了 在2021年中国进口的沙特原油达到了8756.8万吨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中国的丝绸之路的整个计划 我们看到不管是路上丝绸之路 还是海上丝绸之路 沙特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甚至有点就是靠近终点的位置 戴卫老师您觉得沙特在地缘政治上 是如何影响中国整个丝绸之路的 一带一路的大计划的 好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 生产大国最重要的是稳定的能源供应 所以一带一路不单单只是把中国制造的产品 卖出去更重要是能找到稳定的能源供应 沙特在这个上面就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一直以来中沙关系能够那么稳定 跟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成功 他也扮演了一个算是幕后的推手 有一点功劳 当然这个整个发展长远来说 中国还是要走向一个世界大国的角色 在现阶段来讲化石燃料还是大家依赖的 不管各种汽车车间都用到都是要这些石油 所以沙特的角色就不言而喻 虽然大家现在走向了什么轻能源 电动车什么这方面 但是沙特还是很重要 所以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上 沙特就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那更不要说吉布提的这个设立 实际上就在红海的这个入口 那当然苏伊士运河跟沙特的边缘 这些地缘政治上波斯湾的石油 所以你能说沙特不重要吗 是 当然我们看到沙特的这个对面就是伊朗 所以沙特和伊朗一直以来 都是两个比较矛盾体 那如果今天中国真的要介入这个中东的话 摆平他们是很重要的 您觉得中国能做到吗 回头来看在这个波斯湾的两边 伊朗是这个算波斯人 那这个就是以前童话故事 什么阿拉丁神灯都是住在这边的 那在这个沙特这边他们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跟沙特人虽然都姓的是伊斯兰 但是他们教派不一样 他们的矛盾就很多 所以他们的矛盾其实已经在历史上蛮长时间 当然中国比较厉害的是 两边都是好朋友而且关系都还不是一般的好 所以这个中国来到这个中东地区 当美国的势力在这一次慢慢淡出中东之后 这种权力真空中国重新回到这个中东的话 算是可以慢慢填补美国的真空 对地缘政治上来讲其实是一个好事 我想伊朗跟沙特将来发生冲突的概率一定会下降 是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沙特来说心里也一定是不舒服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美国要答应沙特要给他防卫上的保护 但是他把很多的重要的武器给了以色列 但是没有给沙特 所以沙特就要寻找这个多元化的武器的购买国 中国就是其中一个选项 我们先来看一个统计 就是2017年到2021年 全球武器出口国大国的前10名 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美国 第二就是俄罗斯 而第三是法国 第四是中国 然后第五是德国 而十大武器的进口国印度和沙特排名的是第一 占比都是11% 到底美国作为第一大出口国武器去哪了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柱状图 武器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沙特 第二是阿联酋 第三是澳大利亚 第四就是中国的台湾了 戴卫老师您觉得说 现在美国不断的在沙特阿拉伯之前有卖很多武器给他们 但是沙特阿拉伯由于很多重要的武器拿不到 所以转向中国 那这次如果习近平去 武器会成为他们要谈论或者要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这叫话说1980年两伊战争 伊朗跟伊拉克打了一场两伊战争 打了租租8年 那这场战争非常的残忍 打到最后是人肉战 这个基本是肉搏战 打人海战术 这两边是祸出去拼了命打 当然在旁边的沙特看到当时的沙达姆 伊拉克的沙达姆 那个胸很近 还有他的军事武器 这个老王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 沙特老王就觉得这样下去 早晚他跟伊朗打完就来对付沙特 所以当时沙特就很着急 就跟美国说 现在这个两伊战争打成这样子 是不是我们可以买一点高科技 像什么导弹之类的 万一他们要对付我的时候 我可以自保 美国当然不愿意沙特卷入战争 对不对 他就说不要担心 有事大哥我在保护你 你不要怕武器不要买 对不对浪费钱 我保护你就好 你让我多开点军事基地 我就保护你 那个沙达姆他们就不敢怎么样了 但话说归说 沙特的老王就觉得不对 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的保证 因为美国人在中东 大家都知道 是追逐石油利益而来 对不对 像标准石油公司 那真的是把沙特吃透透 沙特早年挖出来的油 90%都是被美国公司拿走 他们拿到1%99% 被美国公司拿走 你就知道美国人在沙特 是什么样的角色 好了 那但老王就很担心 就找到当时的驻美大使 沙特驻美国大使 还有一个叫防空司令 两个都是王室成员 出了一个秘密任务 就跑到了中国 见了杨尚昆 那见了杨尚昆 开门见三就说 要买飞弹 对不对 知道中国当时已经做了导弹 看东风山 对不对 那当时中国也很干脆 知道沙特很有诚意 虽然两国没有邦交 但是杨尚昆听说 就带了这两个贵宾 就到当时的二炮基地 去看东风山 听说东风山当时的那些 基地的解放军的官兵 看到两个外国人 吓一跳 以为是什么间谍 结果一看高级领导带来的 那要掩饰 买车你都要试车 他就演示给他看 这个东风山是怎么样 是一个什么样的飞弹 那两个沙特的亲王 两个都是亲王 高兴得不得了 就最终谈成了 花了大概35亿 买36枚东风山 但有人说是40枚 其中有几颗是四射打掉 打给这个沙特看 这个飞弹有多准 有多快 有多厉害 威力有多大 打给他看 那当然更重要 这个老王 这个沙特老王 买到这个飞弹之后 那是86年的事 他当时要求是交货要快 立刻交货 第二不能有条件 我要怎么用 你不能规定我 对不对 因为美国卖武器都有规定的 你能打谁 不能打谁 往哪飞 都用美国报告的 那这两个条件 中国就说没问题 就卖了 好 那这个更厉害的是 这批飞弹 回到沙特的时候 这个沙特老王就交代 这个飞弹 从这个港口到基地 要经过利亚德市区 绝对不可以有交通管制 也不能有前导车 为什么 要让这个整个飞弹 让大家都看到 对对对 让各国间谍都看到了 对不对 该拍照的拍照 该发情报的发情报 我就让你们看 对不对 我有东风山 谁都不要惹我 你想想看 30多枚导弹 外加装备 从这个机场 沿途这样拖走 听说那一天 整个城里都交通大冬堵 大家都看 我们买到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从那天之后 这个沙特 30年没人敢动它 就因为当时买了这些东风山 你就知道 这个中沙关系 从那一刻就好到不行 90年就建交了 是 听说当时 因为比如说像买导弹这些 你后期维护也很重要 对啊 你要会使用 所以中国那个时候 是不是也派了很多技术团队 在沙特去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 是当时中国还叫二炮部队 二炮部队 第一次做了一个外国大单 因为这张单是新中国建立以来 最大的一张单 因为中国在1986年的时候 外汇存抵才20.6亿美元 对不对 但这一张单30多亿 你想想看 一笔生意抵所有的外汇存抵 那当然要派一个部队 因为这个不是卖给你 你自己回家像点烟花 就放了嘛 对不对 对 就非常的复杂 怎么启动 怎么准备电磁充电到最后 发射瞄准什么 这种过程 好 所以在二炮里面 就成立一个叫金轮指挥部 金色的轮胎 金轮指挥部 负责这件事情 这个指挥官是少将官衔 带领这个部队 这批人就去沙特 因为要教他们 怎么建立飞弹基地 怎么保养 怎么训练 怎么操作 怎么发射 好 那这个金轮到了沙特之后 他不能叫指挥部 因为感觉到太敏感 所以当时在沙特叫 金轮工程公司成立了 好 那这家金轮工程公司 至今还在沙特营业 这个继续服务沙特 现在也在沙特营业 所以就知道中沙关系 东风山现在已经淘汰 听说现在用的是东风21 更厉害的东西 是 所以其实在198687年 沙特第一次到中国秘密的去 买了30多枚东风山 30多年 其实它在沙特本身就没有发射过 但是却保持了沙特30多年的和平 能这样理解吗 对 那同时其实从这之后 我相信美国一定非常关注沙特 到底还从中国买了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在去年年底 美媒就爆出这样一条新闻 她说沙特在中国的帮助下在自制导弹 有没有自制呢 咱不知道 但是如果自制导弹的话 戴老师您觉得自制的是哪一个型号 以沙特的整个国家的领土非常的大 这边是波士湾 下面是红海 那对它来讲 如果要有一个完整的飞弹防御系统 那至少要好几百枚 那以现阶段来讲 为了能够让美国不要担忧 那你说当然买到洲际导弹 这个美国一定不答应 沙特说买洲际导弹 要对付和美国 所以他一定不答应 大概中国最有可能协助帮助他的 是中短层的东风15 东风15来讲 这些年不断的改进 虽然它不是一个非常新的导弹 但是它的准度够 而且现在用北斗 这个准度非常高 第二它比如说它有穿递弹 有常规弹 甚至可以有核弹头 所以整体来讲 现在最有可能 如果要在沙特 有这个工厂 就地制造订单的话 应该是东风15 这个稍稍可能改良一点点 符合沙特的商务环境来使用 是我们看到如果沙特 现在比如说有着这个东风系列的导弹 但是其实在伊朗方面 其实和中国也有合作 包括在北斗上 在它去年签订的25年合作计划中 其实也包含这一项 其中也有这个石油人民币结算 这一项您觉得说如果说伊朗和沙特 都在不断的在引进新武器的话 会不会引起这两个地区的军备竞赛呢 当然对整个所谓军备竞赛 它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叫做平衡 军力的平衡也很重要 我想中国也会考虑到 在两边之间 怎么找到平衡点 中国也不太会有一个倾向性 说一边我卖你洲际导弹 一边不卖 那你变成要得罪两边 所以在整个上 中国应该那么多年来 已经基本上在中东上面操作得非常稳定 所以你看中国跟以色列很好 对不对 跟巴勒斯坦也很好 跟沙特好 跟伊朗也很好 这个理论上来讲 他们都死对头 但中国都能够变成好朋友 所以中国有一个特色 是美国只要搞不定的国家 中国都能搞定 而且都是好朋友 所以中国在这个上面 应该不会让他们陷入一种军备竞赛 那我们看到 还有就是说美国现在 其实如果说意识到说 他们都向中国买武器的话 美国是一个什么反应 又用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去限制中国卖给他们的武器的型号 或者是射程 是那就像听说东风21刚买到的时候 美国再三施压之后 要求去看这批飞弹 最后沙方大概顶不住美方的压力 就同意说你们派飞弹专家来看 我买的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美国说我一定要看 他能不能装核弹头 因为以色列在那边就一直叫 美国说好一直给沙特施压 他的后来同意听说有CIA情报局的 有飞弹专家就去了一批人 就到了这个飞弹基地去看 东风21 就看了半天之后 唯一的看到是没有核武器 但是东风21能不能装核弹头这件事情 他们也不确定 但至少没看到核武器 所以看了半天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看得出来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局势上 他还是希望第一他能掌控 第二做着军火跟他买 对不对 沙特当年跟法国买了一批幻影之后 马上美国就说我卖你飞机 对不对那批不要 所以你看沙特买武器买了很多 其实有些根本用不上 美国就一天到晚推销 说你看我对你多好 卖你最近卖了30亿 爱国者防空飞弹 但是防谁呢 对不对 有没有人要打他 但他先卖赚钱 对所以你说美国怎么能让中东和平 和平以后他的军火仓钱就没得赚了 沙特那么有钱就得用在买军火 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沙特还有一个方向上需要和中国进行合作 那就是基建上了 我们看到8月份有个新闻出来说沙特计划1万亿要建造一个新的未来城 有可能基建方面会选择谁呢 带您一起来看 我们看到像沙特这些国家如果是真的要搞一个非常大的基点 一定会通过这种海外招标的形式来进行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视频 到底这个新未来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就是沙特这个预计要1万亿美元建造的新未来城 他的这个新未来城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这个境线 那同时呢 他这个是通过两侧有两侧的这个玻璃 那高呢 有这个500米全长170公里可容纳的人数可以达到900万人 如果建成了那么境线这一个建筑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 铁路高铁然后上面呢还有这个巨大的体育场 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生活呢 这个从最北端到最南端也不过20多分钟 而且呢到任何地方5分钟之内都可以到达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科幻感 就像壮观 壮观就像电影中科幻场景 对啊 所以我都觉得说要想实现怎么才能实践呢 而且在沙漠中要建造这样一个未来城 是当然这个就在2016年沙拉曼上台之后 他就看到呢整个沙特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啊 是大家慢慢呢已经在走出来 在依赖这个化石燃料 慢慢走向一种更捷径能源的时代 那当然但在沙特来讲 他是非常幸运沙特曼出生的时候呢 等于是躺在这个黑金上面的 帝国交到他的手上 那当然对他来讲他就有一个愿望 希望能让沙特长长久久 甚至50年100年之后 大家都不用石油 但是呢沙特依然强大 那怎么办就要转型 所以他上台之后呢 把国家的石油公司的股份 出清了一部分 换了2万亿美元 2万亿美元成立一个主权基金 这个主权基金干嘛 就是用来建设这个未来城 2万亿美元 对不对 对他而言呢 他觉得说我们现在有钱 如果我们现在不替将来做准备 那有一天大家都不买石油 我们做吃山空 可能50年 100年之后 我们的子子孙孙又回到当年那个 永务民族啊 对不对 苦哈哈的骑骆驼 所以呢他就有了一个非常大胆 前瞻性的未来城的概念 但来讲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觉得好科幻 在沙特计划完成进线工程的期限 结点呢是2030年 其实据现在呢 也不过是仅仅8年的时间 对啊 而据说啊就是要帮他们完成基建工作的竞选国家 有德国 美国 日本还有中国 是 您觉得哪个可能性比较大 嗯 当然呢 看中国的基建来说 不用说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高速公路 到现在一带一路 在全世界 对不对 各地啊 这个做桥做公路 做铁路做港口 中国速度啊 那是多惊人的一件事情 是 但是如果在2030年 沙特曼要完成他的愿景 大概唯一能能实现的 就是中国的工程部队 中国现在的基建部队啊 人员非常壮大 嗯 素质又高啊 设备又够 所以呢 在短时间就能到位开工啊 所以呢 找中国是最高上上之策 是 其实我们看到沙特和中国 在基建方面的合作呢 不仅仅是一次 其实之前就有很多了 比如说2019年 中国电建公司和沙特合作 海水氮化工程 在今年4月正式投产 同时在2018年9月 穿越阿拉伯沙漠的高铁 卖家卖地纳高铁 到现在为止已经运营了4年 当然在沙漠里建高铁啊 估计中国也是这个最有经验的国家了 那戴卫老师 我们刚才听到您讲到说 沙特的王储希望将国家 未来100年进行一个转型 通过进线这个项目 会转型成哪种类型的国家呢 当然来看得出来 他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标案 那他预计在2040年 大概全世界有1亿人口住到沙特 沙特大概有3000多万人 有7000多万的外国人 来到这个城市当中居住 你想想看 那他还要盖多少 他要盖很多这种镜面城市 会更多的镜面城市在沙特出现 那当然来讲如果站在旅游的角度 你有没有想要进去玩一玩呢 如果真的落成了 你会大家都想进去看看 住在里面 生活在里面 在里面吃饭 甚至在里面看运动比赛 所以我觉得沙特曼现在看起来 他这个梦想好遥远 但是实现的时间我觉得有可能 是 虽然看到整个的视频 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梦幻 就像电影一样 但是不论沙特的国家的如何转型 如果按照萨勒曼的想法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移民城市 旅游城市 甚至是科技城市 因为我们看到沙特在近几年 包括在新能源科技上 都在不断的跟各种国家进行合作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真的进线城市在未来的8年后 10年后建成的话 相信将会变成全球的 独一无二的旅游胜地 我们看到习近平出访沙特 这是疫情以来的习近平的首次出访 理应受到大家的关注 但是其实更加要我们关注的是 中沙之间未来的合作方向和走向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感谢在为老师的精彩点评 我们下期再会